有在做CPR嗎 你用CPR進行心肺補充 患者失去呼吸心跳 現場人員除了打119求救 還能怎麼做 黃金時間大概六分鐘以內 怕老部會缺氧 要盡早CPR 那再來盡早要奠急 現場急救 持續到救護人員抵達 送到醫院由急診醫護接手 到了醫院之後去實施 實施一個高級心臟救命術 那這個就代表說一些 我們講進階呼吸道插管 然後還有就是給予一些藥物 抗性力不整的藥物 甚至是大家可能會知道 就是像葉克末 所謂的生命之戀有五個步驟 包括早期求救 早期CPR 早期電擊驅站 施行高級心臟救命術 最後就是醫院整合復蘇後照護 復蘇後的一個整合性的治療 這個指的大部分 都是在交病房的這一塊 那目前推的比較多的 大概就是低溫療法 生命之戀五步驟 需要現場人員 救護單位跟醫療團隊 緊密配合 緩緩相扣 才能挽救寶貴生命 大愛新聞張國端 蔡玉凱 台中報導 三肢 八道 三肢